《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因这信德,先人们都曾得了包养 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是借着天主的画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 因着信德,亚伯已向天主奉献了比加音更高贵的祭品 因这信德,亚伯已被包养为异人,因为有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 因这信德,他虽死了,却仍发言 因着信德,哈诺赫被接去了,叫他不见死亡,世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 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中越天主的明证 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中越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想报者 因着信德,恶骗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为救自己的家庭 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义的承计者 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照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因着信德,他女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将是在外邦,与有同样因许的承计人伊萨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 因为他期待着哪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 因着信德,连石女杀勒虽然过了適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哪应许者是终信的 为此由一个人,且是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有如天上的星神那么多,有如海岸上的山粒那么不可生数 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应许的,只由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邦人和旅客 的确,哪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 其实,他们如今所渴念的,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即天上的家乡 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着信德,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萨格,就是那承受了因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伊萨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 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把伊萨格得了回来以作预像 因着信德,伊萨格也关于未来的事祝福了雅各伯和厄杀乌 因着信德,临死的雅各伯祝福了约失的每一个儿子,也扶着约失的象求朝拜了天主 因着信德,临终的约失提及以色列子文出来埃及的事,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 因着信德,梅失一旦生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因为他们见婴孩尽美,便不怕君王的御令 因着信德,梅失长大以后,他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 他宁愿与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 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 因着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而离开了埃及,因为他好象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而坚定不疑 因着信德,他举行了如月节,行了洒血礼,免得那消灭守生者触犯以色列子文的守生者 因着信德,他们渡过鸟红海,如过罕地,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鸟 因着信德,耶里哥城墙,被扰行七天之后,就倒塌鸟 因着信德,妓女辣哈报平安地接待鸟侦探,没有同抗命的人一起灭亡 此外,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论述基德红,巴勒哈,三重,伊弗大,达味和撒母耳以及众先知的事 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执行正义,得倒因许,倒住狮子的口 避灭烈火的威力,逃脱利剑,转弱为强,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击溃外国的军队 有些女人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有些人受了酷刑敲打,不愿接受释放,为获得更好的复活 另有些人遭受鸟灵欲和鞭打,甚至所压和监禁 被石头扎死,被割死,被敲问,被利剑杀死,披着绵羊或山羊皮到处流浪,受贫乏,受磨烂,受虐待 世界原配不上他们,他们遂在旷野,山岭,山洞和地月中漂流无定 这一切人虽然因着信德获得了褒羊,但是没有获得所因许的 因为天主为我们早已预备了一种更好的事,以至若没有我们,他们缺得不到成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